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五,咱们不见不散 一般讲道理的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会通过交流和沟通来解决问题 但对于有暴力倾向的人 暴力可能就是他的表达方式 他更愿意通过拳脚而不是语言来交流 暴力倾向是怎么产生的各种说法不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 大脑损伤、敌视心理 以及童年时期遭受过的身心摧残 是长大之后具有暴力倾向的三大因素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吧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那就是暴力倾向的受害者 往往是暴力倾向者的家人 因为家人才是和他们相处最多的人 今天的讲述者胡生 他的父亲就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胡生是在暴力和谩骂当中长大的 面对平凡的家庭暴力 胡生冷眼旁观了二十多年 而在他33岁的这一年 胡生终于有勇气反抗自己的父亲 我是胡生 现居于广州 今年呢33岁 我是一个自由插画师 其实我父亲呢 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非常严肃 他又长得比较瘦 就属于金瘦的那种 他以前的工作是属于高中毕业后 然后去了农村或者乡下的一个粮观所去工作 主要是做出辣这一块 管理粮票 他们那个年代呢 也没有什么娱乐方式 他的娱乐方式是比较匮乏的 他可能就是喜欢练舞 有一些武术的爱好 清晨起来跑步啊 打拳啊之类的 他后面是换了一份工作 去煤炭局去跑销售 其实小时候 我跟他处的时间不是太多 因为我们都是在跟着爷奶奶一起生活 他呢又是跑销售的 可能就是一年的话 会有很多时间不在家里 都是我母亲带我 在后面我父亲有点钱之后 大概是9000块钱 相当于是员工分配的房子 刚好有一个人转让指标 大概70多平 他买了这样一套房子 然后呢 我们才正式一家住在一起 一家人住在一起之后 胡声以为终于可以一家团圆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我父亲呢 这个人其实呢 他的比较大篮子主义一点 控制欲呢 也比较强 比如说 那个年代不是流行跳disco吗 就流行去那个舞厅的这种 我母亲呢 有一个同事 有一个他的好朋友 找他一起去跳舞 然后呢 我父亲呢 就会觉得舞厅比较乱 就不让我母亲去 然后他也喜欢这个骂人 然后呢 我母亲呢 就是有一次反抗过他一次 就是说不准去 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 反正就是二话不说 进来就是劈口盖脸的 就把我母亲一顿揍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那个 我的房间里面写作业 装没看到 然后我母亲被揍了之后 还会一边哭着 一边拉高压锅去做饭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哎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小时候 可能还是出于对他的恐惧 其实说白都怕他 我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小时候呢 不听话呢 也被他打过 他打我的话 我可能觉得这种东西是教育 因为以前的话 我们中国是有这种俗语嘛 叫棍棒粗孝子 印象中有一次是我不听话 逃学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 他还把我妈揍了一顿 说我妈不会管 我是出去鼓足勇气 跟他说 我说你要打就打我 不要打我妈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 叫我滚进房间去 父亲的脾气 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很差 街坊邻里和亲戚 都见识过他的暴脾气 没人敢惹他 也没人敢劝他 我父亲这个人 他以前也是学过舞的 说他打人的话是 没有轻重的 就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吧 小时候他带我去那个 我爷爷他们家街头 去买香蕉 那那个时候可能商贩 动了一下秤 他呢 回来负秤 负秤不对劲之后呢 就把我二伯一叫 他们两个人 他一去人家那去 什么都不说 就拿块砖 直接把人家 朝人家背一拍 然后把人家拍得吐血 就是这一次是 当时是把我吓住了 就说你买个香蕉而已 把人家 摊砸得一塌糊涂 然后人家也是一年血 目睹父亲抱打贪犯之后 胡生对父亲的恐惧更深了 回到家更是不敢多说一句反驳他的话 任由父亲打骂自己和母亲 而且在胡生的印象当中 自己的兴起蒙 也是因为从小就常听到 父亲对母亲的言语羞辱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有一天去 去我爷爷家去吃饭 然后我妈就把我拉到 爷爷家旁边那个小房间 然后我妈给我看一个病例单 就说 你爸在外面乱搞了 染了一些病 过给我了 我那个时候初一 然后我妈就 一边说一边哭 我妈说 你爸不认账 非要说这个事情是我在外面 脏花惹草 生活形怀不检点做成的 我这个病可能要做一个小手术 但是具体是什么病 我当时我也比较小 我也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 我也不知道 可能类似于性病之类的东西 我妈去做了一个手术 做完之后 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去上班了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把这个病例结果放在上面 这个病例结果呢 大概就是写的是 证明它是被传染的 而不是它是主病阴体 然后他说 我爸看了一下 什么也没说 后面呢 他们两个人双双下岗了 原体制公司 把它分配到了一个 煤矿里面去工作 我妈呢 就是在外面菜市场 卖菜 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起早餐还做生意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三了 他把我妈带到他那个煤矿里面去 就叫我妈在煤厂里面去捡煤 然后呢 我妈呢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勤劳的女性 在那里也去种菜啊 什么的 我爸是一个比较 多疑 内心敏感的人 可能他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就是 我的老婆除了能跟我在一起之外 不能跟其他任何人去说话 然后有一天呢 他在不远处看到 我妈在菜园子里面跟别人 我爸的一个男同事 打个招呼 说了一句话 就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 什么都没做 回去了之后就 把我妈打了一顿 还有一些时间 他会去辱骂我的母亲 他会说 你的女性的生殖器 不值钱 你是不是可以随便跟别的男人 去卖 去这样去做 我当时听了之后 肯定是身心都是不是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一些思想 一些比较传统 一些比较封建的思想 然后把它变成这样 全家庭的话 可能都笼罩在那种比较紧张 说话小心翼翼 比较沉闷 没有什么很和谐的 那种大家庭的那种生活氛围 我们不敢开玩笑 因为我们可能开玩笑 开了一个点 他忍受不了 可能他就直接上来动拳头了 那一次是下学回来到家里 他其实呢 刚开始回家还好好的 在厨房里跟我妈说了说话 然后呢 可能就是他会喜欢 用我们方言叫聊剑 就是突然去把人家拍一下 打一下 去打我妈 就开玩笑那种去打 但是可能下手下的有点重 然后我妈可能就还回去了 还回去之后 他整个人就马上就变了 就开始暴打我妈 但是当时呢 好巧不巧 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电视 在主卧里面公放嘛 刚好那天公放的时候 就是那个主持人在说 家暴的事情 就是一个女主持人 呼吁啊 大家的父母要和谐共处 避免一些家庭矛盾的产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刺激了他 他闹得更凶 他打得也更凶 动静特别特别大 然后那个时候又告诉 做晚饭的时候 我妈呢反正就是 就只会哭嘛 她也不敢求救 就会有邻居 隔壁邻居过来敲门 就是我爸的一些同事啊 敲门敲防盗门 他不开 关着门继续在那里打 肯定就会有一些男同事嘛 就会喊一些叔叔伯伯啊 就开始踹门 就把那个防盗门把它砸开了 砸开了之后 里面还有个木门 敲木门他也不开 然后他看到人家 要把门就踹进来了 他就直接躲到我房里去 他把我也拉到我房里去 然后让我躺在床上睡觉 他躲到我床底下 他跟我说 待会有人让你敲门 开门你不能开 你不准开 然后他就躲到我床底下 他也不出声 也不吭声 就装我不在 我的房门呢 他是反锁了 最后呢 伯伯叔叔呢 是从旁边的阳台 就他们主卧的阳台 然后跨到我房间的这个窗子上 拿手电筒在罩 就叫我名字 说你爸呢 我说我爸不在 然后叔叔就说 你把门打开 我刚开始没有印 后来他们踹了几次之后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了 我就出去把门开了 但是我门一开 我就回头一看就看到我爸 马上快速的出来 就把他的房门再一关 就把我的房门再一关 然后把我也关在客厅外面了 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什么情况了 就看到我妈 种子恶脸 坐在那个客厅里面 然后身边的一些阿姨啊 安慰她 当时就说就把我妈带走了 当时也没报警 因为以前的话这种事情 至少是在我印象里面 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人报警的 我妈一走了 我在房间里面在睡觉 我也没跟我妈走 然后那一次 其实我妈已经出走了 这是我有印象里面 他们第一次出走 也是唯一一次 那次就相当于进入我们说的 所谓的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离婚冷静期 就是我也不说 我不跟你过了 我们也不走 我们也没拿离婚证 但是呢 就是我不跟你来往 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契机 就是因为我这边 然后我这边 得了一个腮线炎 脖子腫得很大 我也不知道我爸是什么心理 反正就是 也不带我去医院去看 就在家里 拿那个仙人掌 剁碎了之后 用纱布缠着 把脖子给包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用这个病 就是想把我这个病给拖着 然后拖到我妈 回来 回心转意 我妈当时也跟我说过 就类似的复合 是因为 他敢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那一次 胡生和随时都会爆发的父亲 小心翼翼地生活了两个月 母亲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反抗过 后来胡生离开了家 上了高中 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也暂时逃离了 充斥着暴力的家庭 但胡生还是偶尔会听到 母亲痛苦的抱怨 还未成年的他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默默地听着 直到有一天 他接到父亲的电话 长大之后的胡生 亲眼看到了 母亲被打的彩状 我爸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就说叫我进山一趟 煤矿一般在山里 他说你带点猪蹄 带点好吃的回来 同时还要我去给他带一个 三七片 活血化瘀的一个三七片 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 我说为什么要带三七片 我没想多 没想深 回去之后 我爸来接到我 然后我妈就强烟欢笑地 给我笑了一下 然后跟我说了几句话 我妈说他身体不舒服 躺一下 我爸说 把这个三七片给你妈吃 当时我整个人就震住了 我才发现 原来他把我妈打得吐血了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了 用木质板凳 还有挑水的扁蛋去打 我妈又瘦 就瘦着皮包骨头的那种 身上疼嘛 就躺在床上 他又不带他去外面去医治 我爸后来在我走的时候 把那个猪蹄给我了 说你回去掌身体的时候 我回高中学校宿舍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猪蹄丢在那里 我就放让它凑掉烂掉 我之后直接把它丢了 我妈跟我说 她也找过这个单位的一些工会 一些妇女协会 工会主席也找过她 警告过她说 你在这样打理老婆的话 我们要依法 就是我们要报警 让你工作都没有 让她注意一下她自己的言行 比如说你过不下去 过不了的话 两个人离婚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对她来说 并没有什么 起到一些什么威慑 或者让她去转变 其实作为家暴这种家庭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重犯 作为一个子女来说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过 我是作为一个非常冷血的旁观者 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看着她去施暴 看着我母亲身上遍体鳞伤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挺失败的 因为有时候她发脾气 就会在外面摔椅子 或者说骂我妈 我们都是选择沉默 我当时选择就是关在房门里面 一个人看书 无论她在外面怎么样去打杂 怎么去骂人 我都不会去管她 我觉得主要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出于恐惧 内心比较怕她 而且小时候你不能学 在我们家的话 大家都是尽量地想办法去找一些 能够让她开心的点 比如说我这边学习成绩好一点 就报喜不报忧 考100分就去找她 考95分都把卷子藏起来 我今年是三三了 跟她相处的这么多年里面的话 唯一她真正开心的一次的话 就是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 也不会怎么表现 就是那种逢人就去说 你看我儿子考上什么学校 就是这种 当时有个亲戚 偷偷地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幸亏你是拿了个一本的毕业证书 你若是拿了其他类的话 你爸可能当时就会要在家里闹了 大学毕业之后 胡生一直被笼罩在家庭的阴影里 他性格内向很少交朋友 但是胡生努力地工作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终于经济独立 买房结婚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之前其实是对婚姻是选择逃避状态 我也不是说我自卑 也不是说自卑着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 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去把这种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去解决 我更加头疼的是 我这样的家庭 我这样的父亲 别人怎么去接纳我 怎么去包容我们这个家庭 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开始我就会去聊 我是先跟我老婆说的 我说我父亲这个人脾气不太好 是很不好 他有一些家暴的倾向 我说但是你放心 我说你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会保护你 我丈母娘在中间也是起到一些作用的 反正你是跟他过 又不是跟他父亲过 求婚的时候 这是我丈母娘打了一个助攻 然后我老婆才同意就是说 跟我结婚 就是我很憧憬他们家庭的这种 据我的话来说 就是正常家庭的这种该有的家庭氛围 什么事情都是好说好商量 可能让我回归最后决定去结婚 去组建新的家庭的想法也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 至少是童年比较缺失的一部分 父亲的暴力行为 并没有因为呼声的独立而停止 他反而变本加厉 甚至去干扰呼声 刚刚组建起来的新家庭 我天天就想的是 我怎么样做出一些成绩 让我的父亲呢 开心一点 高兴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少受罪 我的母亲跟着她也少受一些罪 我想努力得到她的认可 但是我后来会发现 无论我赚多少钱 我做成怎么样 她到最后她还是一成不变 去年我跟我老婆新婚 然后刚把她接到我们家里来 两家人坐在一起和和气 在她去年可能有个特殊的原因 就是新冠疫情 她回不去了 我们要长期地生活在一起 没几天 她就原形毕露了 藏母娘他们是湖南人 然后做菜可能会比较咸一点 口味比较重一点 她就硬吃 吃完之后 直到有一天晚上 她忍受不了了 就突然连喝了两瓶牛奶 喝完之后 就把那个牛奶的纸盒子 朝那个垃圾桶里面 一丢丢完之后 就一脚朝那个垃圾桶 踢过去 没有预造 什么过程都没有 就突然很生气地 踢垃圾桶 踢完之后 就把她自己的水壶 衣服一收一穿 穿了一走之后 把防盗门非常用力 死命地移 就是移带 走的时候跟我 张母娘跟我们招呼都不打 就那么走了 我以为是我 张母娘他们可能说了什么话 刺激到了 我还追出去问她 我怎么了 是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话 让你不高兴 她就说 菜做那么咸 怎么吃 这一次是两家第一次聚在一起 她都没有忍过去 然后她又要面子 她第二天 她就故意不去我们家吃饭 把我妈带着从整个跨两个区步行 像苦行生一样的 最后走不动了 就坐了个公交回来 在外面走了一天 也不吃饭 我问我妈 她说你们今天吃了什么 她说 你爸就带了几个香蕉 我们就跟着啃了 你觉得很奇怪 第二天坐到一起 然后我张母娘就还问她 是不是这个饭做得不好 这个没关系 你跟我讲一下 我们就好好弄一下 她又要面子 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的说 啊 没什么没什么 可以的 挺好的 去年胡生把父亲和丈母娘 都安抚好之后 今年过年胡生又把父母接到家里 虽然胡生从小就知道 父亲有个习惯 他每年过年都会在家里闹一场 但胡生没有想到 今年父亲把矛头对向了自己 大年初八 胡生在家里对着电脑工作 父亲进门 突然开始辱骂他 他鞋一换 把他的衣服一脱 然后用他的衣服打我 一边打一边说 我是不是养了一只白眼狼 在家里不做饭 到外面餐馆里去吃 他就找了一些根本立不住的点 就开始打我 我老婆在旁边就看 看着 闷住了 然后我妈在厨房里面烧火 然后我妈就出来劝架 在中间拦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人越劝 他就越不可理 越爆发 然后他就说了好多好难听的话 然后说 你信不信 我把你现在 所有的这一切都搞得 最后什么都没有 看到我像把我杀了一样的 声音又大 他把房子门打开在哪 周边邻居全部都在那里看 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又开始 操作我家的板凳在对的地板 在砸猛砸 在那里跟我推让 我当时就意识到一个点 就是我不能再这么放任他 这么再下去了 我当时真的是忍不了了 我说你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 我敢于就是说 正面去反抗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今天就要赖在这里 我看你把我怎么样 打我的时候 看到我的那种眼神 就好像我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小动物 可以任他摆布 任他去击打的这种 说实话 当时我挺难受的 我心都 我整个心都死了 看到过 小时候有几次打我 我都反正看他的眼神之后 都会害怕 都会回避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正视他 我就盯着他看 然后他会有一些挑衅的动作 用他的身体不断地冲撞我 说来呀 你打我呀 然后他跟我扯的时候 把我的衣服也撕烂了 把我的衣服撕烂了两件 把我的电脑也砸烂了 我就把他往外面去推 然后我妈拦在中间 我把他推到门口的时候 他就随手抄了一个装着 矿泉水的瓶子 对着我的头 死命地砸了两下 他当时把我砸的时候 我整个人我就懵了 当时就耳鸣了 整个人就懵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能动手打他 为什么 因为我妈一边来一边说 他是你父亲 他身上有病 你不能打他 然后我老婆看到这个症状 实在是受不了了 打电话报警了 还不是我报警 后来民警来了 他还在我家骂骂咧咧的 而且他这个人也很狡猾 民警问他 作案工具在哪里 他说 我没打人啊 然后我妈呢 也在旁边劝住 说这是家务事 我妈一说这句话 我整个人又无语了 当时警察就把我们带过去调解 也没有做笔录 备案都没有备 把他带到派出所里面去 那我就坐在左边 他坐在右边 然后警察说 你们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让他说 他就编来一堆理由 就这次之后 当时因为我被打了嘛 我也很气愤 加上他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然后他又在派出所那里狡辩 我就跟他说 我说如果说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不配当我的父亲 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然后他说 那你把我培养你的钱 还给我 我说可以啊 我走法律流程 法院判我该赔你多少钱 该还你多少钱 我还给你 在我的眼里 他已经反正就是 他没有把我当作神师 他的儿子 没有把我当成是他的亲人 就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 那我对待他的态度也是这样 也是陌生人 那当时警察问我说 你要怎么样 我说我要厌伤 我想的是 我给他扭一个唇根 你打家人 你家暴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制裁过你 都没有人法办过你 让你没有证据 打完之后都是选择原谅 又不去就医 又不去验商 像他把我妈打成那样 要我去送三七片 派出所的民警 给我的建议都是 避开他 搬到一个 他找不到你的地方 从那次派出所一别之后 到现场我也没跟他见过面 我也不打算跟他见面 我也不想原谅他 胡生说 在这个家中 自己算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选择离开的权利 他把母亲 接到自己的身边生活 也劝母亲离开父亲 可是胡生 最后一次被打之后 母亲又回到了父亲身边 继续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 我妈一直在我成家之后 或者说在我工作之后 就跟我说 她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她也不容易 我们不能放弃她 我们要去用爱去感化她 这是我妈以前跟我说的 这一句话 我当时问过我母亲 这么一句话 我说将来有天她不在了 你会选择原谅她吗 她说 这是她的命 没办法 今年是中国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实施的五周年 家暴还是无时无刻的在发生 胡生想通过自己的故事 告诉更多的受害者 隐忍是对施暴者的纵容 家暴受害者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要敢于反抗 学会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 不要再隐忍 你可以在网络上 找到很多求助的办法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 拨打妇联的妇女威胁热线 12338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书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马达制作 声音设计 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